館長你也差不多 一張A4紙你怕什麼怕 我們看這個女生講說 我不過就是拿一張A4紙而已 我有什麼好鬧場的 而且從頭到尾她也不發異語 反倒是旁邊的柯粉一直過來 跟他就是要吵架的樣子 甚至罵他很多的粗話 包括像是三字經這一類的言論 很多事情其實犯錯了就犯錯了 就道歉就好了 你說像在遊行之前 館長他公布了這個MV 現在被統計啊 說真的破政府當然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罵政府 民進黨政府當然做不好 大家都可以罵 可是這個MV 是不是另外一程度也助長了 歧視女性的狀況 為什麼會這樣講 統計了一下嘛 叉叉媽了幾次一次 叉叉叉破政府幾次七次 前面的我把他BB掉了 因為真的太重 太難聽了 然後以及一連串的彰化幾次 這幾個字BBBB三次 然後我叉叉娘一次 就整個MV 當然我說這裡有時候MV要或音樂 大家有一點粗話沒關係 但是數字真的有點 比例也太高了 我想 貫庭如果你自己嘴巴裡面講出他那幾句 你也說不出嘴啦 因為很難聽 真的是很難聽 而且叉叉娘雞叉 這個是真的是太難聽了 那這一對話全部在一起的狀況怎麼樣 宣傳這個遊行 然後罵民進黨的政府 這樣到底有沒有用 還是會讓這整個被罵的一整個族群 尤其這幾句髒話 罵的都是女性 我覺得大家心中有一把尺 不好意思我要講 我們真的都錯了 為什麼呢 我們前面不是把館長罵得臭頭嗎 其實館長真的是用心良苦 為什麼這樣講 716遊行 然後一開始大家其實聚焦是在 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玉他罵柯文哲 他說白色力量 你不是白色力量嗎 你怎麼跟黑道越走越近呢 那本來這個小女生阿南的事情 他就拿著這個 這一個手板 他拿著柯文哲歧視女性的言論 本來是在716遊行當中 就是一個小花小草 不過小花小草現在長成大樹了 這個都是館長的心血 我們謝謝館長 讓我們更加注意 這個女生A4子上面 她到底寫了什麼樣的內容 我們也要謝謝館長 讓我們注意到 比對之後發現 每一句都是出自柯文哲的嘴巴 謝謝館長 讓我們知道說 716講什麼公平正義 都是假的 重點他是挺柯 這才是真的 所以謝謝館長 進一步讓我不是柯粉 繼續發揚光大 那他想說 貴啊 今天怎麼一直謝謝館長 最後要補充一句 反串要註明 那館長是怎麼樣 繼續攻審這個女孩子阿南 記不記得之前他講說 這個女生在那邊 頭低低的也不敢抬起來 是一副被吐口水的樣子 然後也沒想到 大家覺得你這樣太超過了 館長竟然還可以繼續開直播 他還繼續罵 我們一起來看 你可以來這邊舉牌 你有你的言論自由 我也有我的 對不對 來 對不對 你有你的舉牌自由 我也有我批評你的自由 對或不對就好了 你舉那塊板子上面說的 就是一個抹黑 我不能講我的阿 我講你這個女孩子舉那個牌子 我覺得遮遮掩掩掩 的確遮遮掩掩掩 不然你幹嘛這樣 你有你的言論自由 我有沒有我的言論自由 聊天室有沒有大家的言論自由 來 我認為你上面寫是屁話 我就變歧視女性 我是針對他這一張的言論 我表達不滿 柯文哲的歧視女論 我覺得沒有 難道我不能講嗎 原來台灣的言論自由是這樣 只要我們不認同他的說法 我們就是歧視女性 館長你也差不多 一張A4紙你怕什麼怕 我們看這女生講說 我不過就是拿一張A4紙而已 我有什麼好鬧場的 而且從頭到尾他也不發異語 反倒是旁邊的柯粉 一直過來跟他就是要吵架的樣子 甚至罵他很多的粗話 包括像是三字經這一類的言論 這一張我們這個高清版 你可以看到 那如果沒有看到 也可以去桂芽的粉專去看 我把它逐一都寫下來了 這些我就不足自念了 反正柯文哲每一個 都是經過查證過 都是柯文哲講的 30歲未婚女性占30% 有國安危機 有特別聘請漂亮的女性發言人 30歲以上未婚的女生 向殘障停車位 這他在講他妹妹 還有女性越多的行越就越沒落 這樣子的言論 館長還要背書 館長還要背書 而且館長 我看到苦林大哥講說 館長動不動 就是拿一些性器官出來罵 他欺負這樣一個小女生 你看得怎麼樣 各位啊 我先講 其實現在當天716遊行 現場的狀況 也越來越多人出來講了 當天那個女生拿著 柯文哲他歧視女性的言論 在那邊 我說真的這就是言論自由嘛 拿了之後反應怎麼樣 其實兩種人都有啊 現在學生都已經出來講了啊 當天有人當然過去嗆聲 表達說我不認同你的看法 但其實也有人過去講 我不是支持柯文哲的喔 我是那個支持 包括是土地正義啊 住宅 兩種人都有 可是為什麼一個女生 靜靜拿著標語在旁邊 她這樣子表達訴求 參與這一個活動 要被漏搜 要被公審 這是大家care的事情嘛 我覺得這一個活動的主辦者 或者是這個活動的主要參與者 要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在716過了三天四天之後 網路上很多對於這場活動 後來引發的事情的怨氣 是不減反真 第一個 柯文哲現在切割嘛 他切割講說 這麼做辦活動 我直接去參加了 是啊 侯友宇也去參加 郭台銘也去參加 可是唯有只有一個政黨 那個政黨叫民眾黨 是現在經過各種的截圖 或內部資訊 跟大家講說 到現場就要什麼集體行動 柯文哲講什麼話 我們要做什麼反應 柯文哲什麼時候 我們不能叫柯總統 什麼時候我們要歡呼 集體的行動 第二個 唯有一個政黨的黨主席 叫柯文哲 他公開的對媒體 對社交大臺上說 請各個黨員 用個人身分來參加 號召黨員來參加 這件事情導致到最後什麼結果 我要鄭重的提醒柯文哲 柯粉 韓粉話 是現在的 每天就在發生的狀況 你莫忘韓國瑜 韓國瑜在上一次總統大選 最後變什麼情形 韓國瑜自己都知道 韓粉失控了 韓粉開始到處出征別人 誰只要批評韓國瑜說 去露售別人 大家記得嗎 在選舉後期 韓國瑜甚至出來公開的態度是 希望能夠約束他的這些韓粉們 有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已經選舉到後期 大家抓狂了 可是此時此刻我要鄭重的講 昨天我在三天電視台 另外一個節目 到現在柯文哲跟民眾黨 還沒有回應這件事情 昨天跟民眾黨發言的楊寶貞 我直接在公開場的說 其實現階段柯文哲 你要做的不是切割 你是一個政黨的領袖 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你告訴大家 不支持我柯文哲的人 他表達意見完之後 不用被露售 不用被攻擊 如果你柯文哲可以講這樣子的話 我不會罵你 我覺得你這樣做是對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 過了24小時了 柯文哲你在幹嘛 柯文哲你現在做的事情叫 這個活動跟我沒關係 你在切割 那切割的結果是怎樣 開始有很多人說不對 你本來就有仇女的DNA 你本來就仇視女性 你開始批評說 這些講你的人是造謠一條龍 好 我舉證據給你 沒錯 你從2014年開始 當時我們民進黨很多人支持你 易善哥還在你團隊的時候 當時你也有歧視女性 可是當時你在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還願意道歉 2014年的時候 他講陳以貞 前清副會主委 講說他很適合很漂亮坐櫃台 被痛批完說這是歧視女性 他後來當時 我要回想2014年的柯文哲 不管他是真心誠意還是講的 他正式發了一個臉書 跟大家道歉 跟所有的女性被冒犯的人 檢討改進 還跟大家講我在醫院工作 沒有任何貶抑的意思 到了2017年的時候 柯文哲他在會議當中 把魏貞說土地的地主 講成什麼被強插 然後有一些地主叫被右插 然後被強插的比右插的便宜 後來隔天 他立刻道歉表示自己的事件 這2017的時候 我說真的為什麼要講這時間點 在2017年以前的柯文哲 還是會道歉的柯文哲 這個時候我後來想想 不對 通議柯文哲怎麼會差那麼多 他的團隊跟他的組成 幕僚群變不一樣了 說真的 2017的時候 白綠還沒有分到揚鑣 所以很多綠的幕僚 還在幫忙他 說真的 什麼時候開始 2017開始 我們各位觀眾朋友 各位網友 我們查一下 2017柯文哲開始 胡言亂語的東西之後 他開始不太道歉 因為當時叫他要道歉 說這會嚴重讓女性 讓社會上反感的這群幕僚 一個一個離開他 所以後來他的幕僚 開始怎麼樣 把柯P的失言當成一個特色 為什麼我講這實言那麼重要 因為到今天為止 到昨天到今天 民眾黨的發言 來跟大家講說 沒有柯P沒有 歧視女性 以前要歧視女性 都有道歉 2017年之後 把柯文哲的失言 變成是柯文哲敢講真話 他的不當發言 變成是特色 他愛怎麼傷害人 就怎麼傷害人 反正失言就是我的人設 最後一個我要講館長 過去我跟館總 跟他的團隊也有互動 大家以前 也曾經有很多 好的互動的狀況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很多事情其實 犯錯了就犯錯了 就道歉就好了 你說像在遊行之前 館長他公布了這個MV 現在被統計 說真的破政府 當然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罵政府 民進黨政府當然做不好 大家都可以罵 可是這個MV 是不是另外一程度 也助長了 歧視女性的狀況 為什麼會這樣講 統計了一下 XX媽了幾次 一次 XXX破政府幾次 七次 前面的我把他BB掉了 因為真的太重 太難聽了 然後以及一連串的髒話幾次 這幾個字 BBBB三次 然後我XX娘一次 就整個MV 就整個MV 當然我說這裡有時候MV或音樂 大家有一點粗話沒關係 但是數字真的有點太多了 我想 貫庭如果你自己嘴巴裡面講出他那幾句 你也說不出嘴 因為很難聽 真的是很難聽 而且XX娘 雞X這個是真的是太難聽了 那這一對話全部在一起的狀況怎麼樣 宣傳這個遊行 然後罵民進黨的政府 這樣到底有沒有用 還是會讓這整個被罵的一整個族群 尤其這幾句髒話 罵的都是女性 我覺得大家心中有一把尺 那最後我們來講 不好意思我要講 我們真的都錯了 為什麼呢 我們前面不是把館長罵得臭頭嗎 其實館長真的是用心良苦 為什麼這樣講 716遊行 然後一開始大家其實聚焦是在 時代力量 黨主席王婉玉他罵柯文哲 他說白色力量 你不是白色力量嗎 你怎麼跟黑道越走越近呢 那本來這個小女生阿南的事情 他就拿著這個 這一個手板 他拿著柯文哲歧視女性的言論 本來是在716遊行當中 就是一個小花小草 不過小花小草現在長成大樹了 這個都是館長的心血 我們謝謝館長 讓我們更加注意 這個女生A4子上面 她到底寫了什麼樣的內容 我們也要謝謝館長 讓我們注意到 比對之後發現 每一句都是出自柯文哲的嘴巴 謝謝館長 讓我們知道說 716講什麼公平正義 都是假的 重點它是挺科 這才是真的 所以謝謝館長 進一步讓 我不是柯粉 繼續發揚光大 那想說 貴了今天怎麼一直謝謝館長 最後要補充一句 反串要註明